好继续再看到正值文旦的产季 一年一度的花莲文旦幼评鉴比赛 在9月8号的上午瑞穗农会同志园登场 由产观学界共组的评选团 针对45户的参赛文旦幼 从果形外观到果肉的品尝严格品评 那么最后呢评选出四金四银四铜奖 其中四面金牌奖分别是由 郑云和林玉琪李永胜以及方文胜四人拿下 经过一番的激烈竞争 花莲文旦幼评鉴比赛结果出炉 评选出了四金四银四铜的奖项 参赛的幼农林玉琪李永胜以及方文胜 郑云和四人荣登瑞穗文旦幼四大金牌王的宝座 其中二连霸的郑云和布长司 大方分享朵金的秘诀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平常的这个圈圈管理 你的卷汁 你的消毒 你的这个管理 这个都其实都细节都其实很重要的 同样也二度拿下金牌殊荣的方文胜 接管主父母将近六十年树林的老藏文旦 睽違五年再度多金 方文胜有些激动 除了乐于分享多金技术 更感谢农会以及花改厂长年的辅导协助 让文胜有的生产管理技术不断提升 谢谢花林区农业改良厂 渡厂长 还有指导我们的老师 刘其祥老师 他们不断的下乡来关心我们 然后每个月办理 讲习活动 让我们在不断的提醒我们 在哪个季节 哪一个月份需要做哪些注意的事项 喷药 施肥 减资的管理 如是乡农会办理文胆又评鉴比赛超过十年以上 透过花改厂的协助 年年月月定期开办文胆又讲习训练 逐步提升农民的生产管理技术与知识 现在瑞穗文胆又产值水准 后来居上 深受国内外消费市场的青睐 今年的品质的话 非常的好 那经由我们评审老师 评审之后 都觉得在口感上也好 在甜度上也好 都有比往年要来的成长许多 藉由举办文胆又的评鉴 不仅提供农民技术上的交流 也为瑞瑟乡的文胆又品质把关 提供消费者品质安全又好吃的文胆又国品 总干事黄胜黄说 虽然疫情冲击 但是今年文胆又市场交易热络 不少幼农已经卖光清仓 因此也呼吁消费者 抢购动作可得要加快了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alter计划 110 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